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地儿街上啊 有这么一家北京城最老的老字号 这就是六壁居 从明朝就开始有的买卖 那位先生说了 不就是卖咸菜的吗 哟 您可别小瞧这卖咸菜的 如今这六壁居啊 都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了 我呀 也先不买酱了 咱们看看这咸菜博物馆里 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这六壁居博物馆啊 它不大 可是装修的那叫一个讲究 这卖咸菜到底能挣多少钱 都玩起文化产业来了 一看这牌子 还是新开馆 这热乎劲还没过去呢 您瞧这六瓶顶带 跟这黄马挂子了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人家六壁居啊 在前清的时候 给宫里有过供奉 哥现在话讲叫什么来着 哦对了 叫政府采购 跟别的买卖家可就不一样了 那哥们说了 哎这我认识 嘿这是严松写的 算了吧您 打死我也不信 这当朝总理啊 能给一咸菜店写一排饼 明朝那会的六壁居啊 他不光卖咸菜 他是一个杂货铺子 俗话说的好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也算是开门七件事 这儿啊除了茶不卖 剩下的全卖 就这么一小杂货铺 人家还有自己的企业口号呢 蜀道必齐 取涅必食 蘸之必节 陶瓷必粮 火花必得 水泉必香啊 我是赵上念的啊 背我可背不下来 什么叫企业文化啊 您瞧上六壁居 什么事都有据可查 所有文字档案都留着 这明清两代的地契跟房契啊 人家家都有 谁也别想跟人法无赖 为什么呢 他白纸黑字啊 我们这有自觉 在六壁居博物馆里啊 也有一小售货点 好像一个小杂货铺子 这儿卖的呀 当然都是六壁居的全头产品了 各种咸菜 干酱水酱啊 这儿都有 我呀 不习惯这儿的购物氛围 我还是前面店里买去吧 这个小博物馆啊 不单体现了六壁居的企业文化 而且知识性趣味性还极强 有机会啊 您还真得来看看 就在粮食店街 六壁居老店的旁边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下集啊 咱们进店 真得买酱去了 今天出品的